卖烧饼的女孩刚攀上亿万富豪 却心脏病发作只能活三天了 想要继续活命 就必须马上做心脏移植手术 为了得到一颗适合的心脏 她的父亲老白竟然铤而走险 制造了一次意外车祸 害死了自己的老部主 大山得知老母亲发生意外 连忙赶到了医院 可惜为时已晚 她母亲已经重伤身亡 心脏也第一时间被摘了下来 医生递给她一份心脏捐赠协议书 而这正是她母亲在不久前签下的 与此同时 医生取得心脏后 立即给小美安排了心脏移植手术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 没过多久 小美就苏醒过来了 父亲老白虽然车祸后受伤严重 但都不是致命伤 不久后也醒了过来 得知小美手术顺利 老白也深感欣慰 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值得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她救下女儿的同时也毁掉了一个家人 此时此刻 大山一家正给母亲下葬 她的妹妹哭成了泪人 兄妹俩的父亲早已去世 如今母亲也离开了 整个家族就只剩兄妹两人了 等所有人离开后 大山跪在母亲坟前独自流泪 她感觉一下子失去了所有意好 数月后 小美康复出院了 父母邀请了所有亲朋好友 给她办了一个庆生会 祝贺她重获新生了 而小美也非常开心 和朋友们跳起了家乡独特的舞蹈 但老白却在一旁喝着闷酒 小美能康复出院 是她用老雇主的命换来的 这个秘密只能永远藏在她的心底 而另一边 大山一直不想面对母亲去世的事实 她放下了所有事物 独自隐居在深山老林 她并不相信母亲的死亡是个意外 深入调查后发现 谋害母亲的人正是她家的司机老白 老白的动机也被大山摸得一清二楚 就在小美出院这天晚上 大山主动联系了老白 约她出来见面叙叙旧 老白知道自己没办法住 与此同时 小美和好闺蜜在房间谈心 她跟闺蜜说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在她临死前 她竟然梦见了大山 迷里呼呼听到她说的一些话 强烈的求生欲让她的心脏重新跳动了 闺蜜劝她应该主动去找大山 但小美却觉得这很尴尬 上次是她不辞而别的 如今又主动找大山就有点难看了 但闺蜜却说可以陪她一起去 还帮小美查到了大山工作室的地址 第二天 老白怀着忐忑的心情 如约来到和大山指定的地方 而大山早已等候多时 老白刚坐下 大山直接质问她是不是谋害了自己母亲 老白一开始还在努力解释 这就是一场意外 她母亲的死跟她没有直接关系 但她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 想借机上一趟洗手间 却被大山的手下按了回去 愤怒的大山也不想跟她啰嗦 将她调查的结果都说了出来 老白眼看瞒不住了 哭着将事情的缘由都说了一遍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作为一个父亲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去死 不求大山原谅自己的行为 只希望她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 老白说完快速夺过了大山的枪 一旁的手下立即紧张起来了 老白却用枪顶着自己的额头 紧接着将枪交给了大山 她可以一命抵一命 大山心里虽然恨老白 但她却没办法扣动单机 因为不久前 老白的女儿小美救过自己一命 这种恩怨根本就算不清楚了 她最后还是将老白放走了 然而没过多久 前台文员告诉大山 会客厅有个叫小美的女孩要找她 大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美了 只好让文员说自己还会没时间 然而好闺蜜却不依不饶 表示他们可以等 但小美放不下面子想要离开 也就在这时 大山的手下不载出来了 她还转达了大山的印子 小美得知大山并不想见自己 心里顿时无比失落 还有一种热脸天冷屁股的感觉 紧接着愤怒地跑了出去 走到门口时 她就忍不住留下了委屈的眼泪 而大山正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此刻的她也是心乱如麻